大家好,我們今天人在南侃 然後旁邊這一位是我們在地的交通爭議YouTuber 這個稱號可以吧? 這個稱號完全不行啊 那我們今天會來到南侃 是因為我們在地的選區的立委 他曾經在講 因為現在所謂的什麼交通地域、行人地域議題很夯 所以說像是時代力量 然後還有國民黨游育蘭委員 民進黨羅志正委員 他們都有提案關於交通安全基本法的一些草案的修法 然後其中有一條就是說到說 我們的道路的標誌標顯什麼的 還有道路的設計要有統一的規範 但是呢我們桃園這邊在意 有一位就說我們應該要因地制宜啊 他覺得這些東西用一些什麼 他覺得統一沒逼啊 沒有需要去做那些什麼雞毛串皮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我們這個在地的選區這邊 我們來看看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道路設計 都沒有這些統一的規範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地方都還有實體人行道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導盲磚 完全亂拚啊 而且他 他是拚這個是繼續往前走吧 對他應該要拚個直線 他不是拚這樣子 好 導盲磚我不熟 導盲磚如果有錯誤的話 再請大家幫忙更正 然後再可以看到 剛剛是所謂的實體人行道 這個是實體人行道 然後再往前這邊就開始變成所謂的 標線型人行道 我不懂是為什麼那裡有實體的 這邊為什麼不接續下去蓋 我不懂 對啊 這個就是以前我們道路設計的時候 完全沒有規範說要做人行道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看這邊還有人行道 再往前面 大家可以看 現在畫面裡面就真的完全沒有人行道 越來越退化 剛剛有 這裡是標線 那裡是完全沒有 其實這邊原本有人行道 你看這個漆掉了 這是原本上面寫人行道 然後前面還有那個 突銷的痕跡有沒有 可以看到這邊原本是車格 然後去年他們去把這邊 車格外推 對 因為說沒有人行道 所以他就把這個機車格 把它外移到這個位置來 移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結果後來好像是在地的某一位市議員吧 就是現在繼續連任的市議員 他要說這個東西 影響了他們在地商家的營業 說這個人行道影響在地商家的營業 說會造成車子沒有地方停車 而且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看這個地方明明就有停車格 你看 就算倒流了 右邊有人行道 這邊還是持續有停車格 那到底影響到哪些商家的營業 我是不懂啊 我是看沒有啊 而且為什麼會說道路設計要統一的規範 我們現在可以拿尺處來量量看 等一下被機車輾過去啊 CP層感到非常的害怕 這就是為什麼要人行道啊 你看這邊寬度多少 150公分 150公分 1.5公尺嘛 明明就有1.5公尺寬的這個路間 然後呢 這個行人還是完全沒有地方走 行人要走在這個位置 這個車格 還蠻長的 對 這車格很奇怪太長了 這車格多長啊 這車格多長 200啊 200整 200整正常 但是 因為 為什麼會說它很奇怪 是因為 如果說我們把水溝蓋也一起納進去的話 因為水溝蓋的範圍其實也是公有地嘛 280 280 對啊 這明顯就是過長啊 所以說 所以說代表這個水溝蓋的寬度是80公分 然後再加上原本這個路間的寬度 150公分 加起來230 2公尺3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規範說 我們現在這種市區道路裡面 到底我們的 要留設多少的路間 要留設多少的人行道的寬度 其實說老實話 市區道路根本就不需要路間啦 因為路間在快速道路 在高速公路上有必要是因為 為了要讓這種緊急避難的車輛去停靠的嘛 對 啊請問市區道路緊急避難 那我們就停在這個位置就好了啊幹 像現在留的這個空間最後就是變成機車騎而已 幾公分的 15公分嘛 是路間線嘛對不對 幹 機車走在這邊直接是違規啦 我們看 後面馬上有機車騎過去了 所以其實行人走在這個位置就是被車撞而已啦 就是被車撞而已啊 這是被他們的機車撞 對啊 所以現在為什麼說我們道路設計要有一些統一的規範 是如果說今天道路設計有規範的話 那我們這個機車格他就可以移到外面這個位置來 那行人就可以走在車格的裡面 那就是等於是車格是來保護人 而不是人去走在外面去保護車子 然後同時還要被一堆什麼汽機車給刷卡 沒錯 所以說為什麼當時桃園市交通局 他們可以把這個車格往外移之後 然後結果呢最後又被民意反彈 被里長反彈 被議員反對 然後又被往內移 就是因為我們的道路設計 它就是一個沒有一個規範的東西嘛 所以就變成說如果我說今天有里長有意見 有議員他有意見好了 就是只能按照他的意思去改變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一個里長 是一個議員 他如果說他有相關的概念的話 他或許可以把整個東西可以做得很好 甚至啦 我過去會看的時候有些 有些經驗就是說呢 那些里長跟議員 他們反對的原因就是說 啊你中央法規又沒有規範要這樣做 那我就乾脆不要這樣做就好啦 對啊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一套中央法規 可以去規定說 欸我道路應該要怎麼樣做設計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 遇到一些道路相關的爭議就會變得比較少 來看現在準備有一台車他就直接 開路間開過去了 又被撞到啦 又被撞到啦 我實在是覺得有點 有的 然後我也挺 好啦或許 或許現在這個狀況就是為什麼 那個里長跟議員會反對說 欸啊你這個車子 啊你這個人一道化出來之後 我的車子就沒有地方可以停了啊 然後就這個狀況 啊說什麼人本交通 剛剛現在有人本交通啊 我剛才也被撞了 好那我們現在撞到西路這邊看完 我們等一下再去下一個點 對去下一個點看 現在在桃園的大友路這邊 這邊是有人行道嘛對不對 那不過我們可以馬上把這個鏡頭 轉到另外一邊來 噔噔 對面沒有人行道 而且你要看這邊路幅的寬度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啊 其實我有特別去查 就是這一條路啊 它的寬度是20公尺 然後前面那邊也是20公尺塊 那至於說為什麼這邊有人行道 這邊沒有人行道 我發現一個問題 是因為它其實以這一條 橫向這一條 三圓街吧 微分界 它是兩個不同的都市計畫 是喔 對 前面那個叫桃園市都市計畫 然後這邊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齁 兩個不同計畫 就可以不把人行道 蓋上去 現在很多這種對於人行道 到底要蓋多寬 然後比方說什麼 旁邊的房子 要不要留那個什麼退座空間 有的沒有的 它都是看它的都市計畫 到底有沒有規定 我們旁邊的住宅區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的商業區應該要怎麼樣 對 這些都有很詳細的規範 但是我們到時候 道路規劃的時候 就會變成說 有些地方它就是沒有人行道 然後有些地方它有 就變很奇怪 變很亂 你看前面車道縮減 然後大家就在路口這邊擠來擠去 而且它是沒有 就是 預告說要縮減 對 它是直接從前面兩線道 然後到這邊就突然變那個路間 對啊 就很奇怪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這些東西呢 都還是符合法規 月初的時候 台南不是有那個女同志 然後被撞的那個命案嗎 然後結果呢 台南市交通局 他就要說 我們的路口相關的法規 相關的設計 都有符合我們重要規範 其實台南市交通局他們講的沒有錯 因為他們的那些路口設計 確實是都有符合它的相關的一個規範 但是那個規範就是很爛 對就是因為規範很爛 那為什麼這個規範很爛 因為我們現在道路的這些主管法規 叫做什麼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它是以一個 以處罰作為它的主要精神 這一部交通法規 那下面呢 開了很多空白的支票 去給行政機關 去做所謂的行政命令 那我們台灣的法體系裡面呢 這個行政命令 這個東西呢 是立委管不到的東西 所以就沒人說 交通部他要訂這個行政命令 他要怎麼訂 交通部自己說了算 立委完全管不到 像是那個 進行機車那個法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 那個東西很多立委也說要把它騙掉 但是立委動不掉 立委動不了 因為那個東西是行政命令 所以立委動不到 那除非交通部今天就是突然想開說 欸我要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把它改掉喔 不然改不掉 所以就是我們的道路機關上面 就是有太多這一種就是空白授權 然後變成說呢 交通機關可以自己亂搞 然後就可以胡搞瞎搞 之後搞出這一種 欸欸你看 符合法規嘛 現在又在兩線請一線了 符合法規啊對不對 對我們在地的大立委呢 他說其實要去改這種道路設計啊 如果我們把這些規範 全部都變成這種中央的這種法律的話 會變成說地方就沒有彈性 地方就沒辦法營地之一 但其實這個東西應該是剛好相反過來啦 因為我們現在道路的這種主管機關 大家可能以為是什麼交通局啊交通部啊 但實際上不是 我們現在下面這個人行道呢 是歸什麼公務局在管的 對阿馬路的標線呢 是歸交通局管沒有錯 但是如果馬路呢 重新跑步的時候又是歸公務局 他那個體系太過褒雜 底下有那些管路嗎 對對對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公務員 然後我去考 我考公務局的高普考的時候 我考的東西是什麼 一定是考頭土木嘛 考水電嘛這些東西嘛 他會去考交通嗎 不太會嘛 所以就變成說 公務局他設計出來的東西 可能呢他完全沒有辦法 符合交通的東西 因為他根本原本要考的 就不是這個東西 就變成說我們的公務員 他可能就很難有這樣的一個 嘗試在裡面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道路主管機關 有這種相關的法律的規範 有一個相關比較 詳細的這種設計圖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讓公務員 他們要做事情的時候 比較方便比較好做 有所適從 有所適從嘛 對不對才不會說什麼 我因地制宜 然後結果呢 我今天什麼里長這邊要求什麼 我就要東改一塊西改一塊 議員要求什麼 我要配合他有沒有沒有的 沒有我們現在就是 未來可能就是一套法令 然後他跟你說 沒有我們法律上面規定說 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應該要這樣做會比較好 要去做這種道路交通的設計 把它變得法治化 其實現在嚴格來講 內政部引建署 他下面就有一個東西叫 人本交通手冊 那他其實他有去參考 大量國外的案例 其實裡面寫得還蠻棒的 我覺得裡面寫得還不錯 但是呢 問題就在於說 他是一本手冊 我一般的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也是一樣 我來蓋馬路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用去管他 所以就發生什麼 去年那個平鵝公路 種樹百里 對不對 然後種樹百里 種下去之後 啊幹連主軟車道都沒有 連皮膠都沒有 超懶 然後說什麼人本交通 就很荒唐啊 對不對 我們明明這個人本交通手冊 就已經三年前 四年前 內政部引建署就已經發布出來 就說 我們可以給各地的交通單位 來去做一個參考 結果呢 公路總局 交通部的公路總局 直接不甩他了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是就代表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 把這個東西把它變得法治化 讓它變得比較有強制力 有居住力的時候 我們未來才不會有這種 什麼行人地獄的這個狀況 對不對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那這邊是 感謝TV神今天 引力相助 直接來發道路 好啦 拜拜囉